今天上海世博会中国馆的四座核心筒立柱实现了混凝土结构封顶 这四座立柱高达69.2米是世博园区一轴四馆永久性建筑的制高点 总建筑面积达16万平方米的中国馆由中国国家馆和中国地区馆组成 其中的国家馆由四座钢筋混凝土核心筒立柱和钢结构组成 核心筒将主要用于安装电梯 每一座18.6米建方的核心筒都有24层 自去年12月开工以来中国馆的施工速度不断加快 其中核心筒从最初的15天一层提高到7天一层 最快曾经达到每3天就往上推进一层 我们现在的争风夺秒争取尽快的能够把这个工程能够把它完成好 那么向为后面这个顺利开始部会能够顺利的部长能够尽可能争取一点时间 在核心筒的33米处国家馆的钢结构开始层叠出条 象征中国馆雕塑板造型主体的东方直观形态已经初步显现 目前整个中国馆工程已经完成了近40%的工作量 今年年底中国馆将实现国家馆和地区馆钢结构的全面封定 工程整体建设将在明年9月底全部完成 而10月1号开始全面部展工作就将启动 记者何晓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